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案将光山勾结 贪光无力一网打尽 你们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我相信赖总统也知道这个案件从去年开始跟我们一样 他不提 为什么不提 他就是想先当选不是吗 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是勾结 这些人都有勾结很久了 所以这些人这样子讲 我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 好像拜登也给我写一个信 我跟他讲要查一些案件 他说我们会查了 结果他也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他们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 还有这个法律他们怎么定的 他们判决的时候又跟法律有分歧 还是他们判的是一回事 法律是一回事 判的又是一回事 因为那个法律对法官还是有一些保护 就是只要他们是good faith 就可以了 其实他们有一个是有一个保障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法官都会乱判 然后就是可以get away 就像神跟我讲说 在美国他们的法律是强奸是犯法的 但是神就跟我讲 其实他们是强奸是合法的 这是神这么讲 强奸都合法 所以他们就是也是判强奸是合法的 虽然法律上明明说强奸是不合法的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不知道赖妈妈的案件到底怎样 但是神是说她已经知道 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太担心 就是这只是我能说的 因为神也是 就是我们生活你就知道 就是有一些奥秘是我们测不透的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公司有一些人嫉妒我 他们就给我写一些pink slip 就是给我记过什么 他们就是搞一大堆这些东西 结果神就跟我讲 你要去告他们就去告他们 神会给我钱嘛 因为他们长期就是搞这些东西 就是给这个人寄过 给那个人寄过 就是给你找麻烦 后来神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要去告就告啊 每一个人都被我告了 整个公司都被我告了 我还拿到钱 就是一般人就是一般人是告不了 因为感谢神啊 因为神的神的灵是参透万事的嘛 还有分享一段故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个 一直在想 OK他就说 这个故事就说 King Harald was wicked and confused 所以很多贪官啊 他们是恶毒的 而且 他们的思想是混乱的 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 好的跟坏的 坏人和好人 他们分不清楚 好像你看这些 这些贪官是不是一味的攻击 许丽丝和高法医 我们看许丽丝高法医都是好人吗 有的人也知道 像你看那个 你看以前的蔡总统 他也知道许丽丝高法医是好人 但是他也不能出来讲 因为可能我一直在想 他可能那个夏代书计划 这个谋杀很久 所以他已经贿赂 贿赂蛮久了 所以这些人变成 不能出来说话 就是因为夏代书 常常捐这个政治基金 给他们嘛 就是这样子 好吧 我们现在来祈祷好了 神啊神啊 求你赐给我们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有智慧聪明来分辨 因为我们不要像这个 王一样 他是恶毒 还有混乱的 我们奉耶稣基督 我们求神给我们 一个很清新的思想的头脑 只能让我们跟你越来越像 我们跟你的法度都要对齐 跟你的国度都要对齐 在每一方面 感谢神 你是爱我们的 我们要每天都更像你 要跟你亲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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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